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 IDUAL DESIGN 的频道 最近天气都很热, 大家应该都会喜欢游泳 如果家里有泳池, 应该会天天去, 烧下暑 最近公司收到附近有个新樓盘的装修茶箱 屋主应该就立足开始收楼 今次要介绍的是位于身后寒的一个铁金屋的单位 我们选择了一位的厨户型来做一个空间设计 今次设计都是以一个开放式为主, 两人居住的空间 开始之前, 麻烦记得点赞, 分享, 订阅我们的频道, 订阅我们的IG 在一个平面图里面可以看到, 入到园关, 右边就是原有的洗手间 另一边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好, 今次的饭桌我们就会选择用巴桌来做设计 跟原本的开放式厨柜持平 间接增大了厨房的使用空间 巴桌另一边就用了设计成客厅的梳化背墙 同时用了赋予质感的软石式面做一个装饰 在家具上, 我们就做了一些收湖的设计 同时也是今次的设计主题 好像来到客厅, 电视柜和巴桌同时做了收湖的设计 软化了空间的同时, 也都在客饭厅做了一个区分 客厅旁边, 长身套入的位置, 我们做了一组吊起的储物柜 方便屋主平时收纳日常用品 来到睡房 我们做了一个大面积的地台设计 亦都在梯级加了一个满光的效果 令踏入这个空间的同时, 加多了一份仪式感 同时这个梯级的第一级, 也都成为了客厅电视柜的一部分 睡房里面, 我们分了三个区域 客厅的电视柜背就成为了睡房的书桌一部分 同时, 也都可以做梭装桌的功能 另外, 会看到床我们是放在睡房的中间位置排放 这样放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以做多一个衣木间 床头, 我们做了一组半腰柜 两边同时都做了收户的设计 靠墙位置就做了一组大的衣柜 柜门用了木条纸的设计 包装旁边的墙身, 柱 成为了一个开放式的小型衣柜间 另外, 都因为睡房靠近大型的落地窗 在这个位置里面, 我们还可以发挥其他的功能 这个小型衣柜间, 中间的空间 其实可以摆放一张瑜伽箭 如果平时有做瑜伽的习惯, 就可以在家里面使用 如果平时有做运动, 也都可以把这个空间摆放一个接叠的泡布机 也都可以成为一个私人的运动空间 今天的设计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喜欢的就给个like 可以follow我们的IG 我们下期再见, 多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多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多谢大家